印尼峰 瑞長鴻 瑞尾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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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尼峰 瑞尾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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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各位 那接下來我們去參觀這個皇宮 那麼我們去參觀這個皇宮 第一 男女生不可以穿眉袖的 你如果有穿眉袖的就是要戴件外套 第二 那個短褲或是裙子不可以短過那個膝蓋 所以我們穿短褲要長到這個膝蓋 不然的話他不給進去有限就有規定 那大家有沒有穿短的 沒有了 沒問題了 比如有的話我們就要換 來不及換的話到那邊 他說的話我們一直拉 往下面拉 上面都往他 再過膝蓋就好了 我們去參觀這個皇宮 就是他兩點才開門 那這樣的話我們一點半 我們去到那邊也是差不多了 那麼我們參觀這個皇宮 這個皇宮它的建築是建在1886年 就到今天有一百多年了 那這個皇宮呢 那時候當時建築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還沒有水泥 我們是用木頭來建蓋的 那接到了1913年 1913年了 就是那時候才有水泥 再用水泥來重建 不過說1913年那時候的水泥 不是現代的水泥 那種水泥我們稱作三灰圓 三灰圓呢就是用糯米磨成粉 放這個椰糖火灰一些的材料進去 來製造那種的三灰圓的水泥 不過那種三灰圓的水泥它的耐性不久 它有限制 那所以說 在這個 我們在1975年經過了內戰之後 今天首都是一個空城 皇宮也沒有人居住 所以變成說 紅色高明統計的期間 皇宮都是丟空了三年多 那三年多沒有人保管 沒有人打理 那變成那個三灰圓 它自己會掉下來 那所以說 在這個 我們這個 皇宮裡面呢 有分為大皇宮 跟金銀閣社 那在金銀閣社呢 它的那個牆壁 就是整個一千的那個牆壁 全部都有繪畫 上去的 繪畫我們 其實在古代的那些歷史 侯王 侯姐戰爭 方面 不過說 因為經過了三年多 沒有人打理 那些三灰圓它會掉下來 然後死到那些 童話 都被弄壞了 直到今天我們用現在的水泥 彌補上去 彌補上去 現在新的水泥 重建彌補上去 我們沒有辦法把那個繪畫 配在一起 因為現在的水泥 它不吸收那個水分 那所以說以前 它使用那個三灰圓 三灰圓他們把那個繪畫 畫上去的時候 它會吸收那個水分 然後呢 就是在遠處看來 好像一幅很天洋的那個圖畫 那因為已經現在掉下來了 那個 那個三灰圓 那些不久 它掉下來 現在用現在 新的水泥彌補上去 然後沒有辦法把這個繪畫 配搭回來 那所以說我們只是暫時 把水泥彌補上去 這樣而已 那接到了這個新時代 我們有這個新的水泥 在用水泥再重建 那皇宮我們有分為大皇宮跟金陵合室 那麼這個皇宮它一共有二平方公里大 那給我們參觀的只是一小部分 因為沒有完全開放 因為國皇啦 皇族啦 還居住在裡面 還在裡面辦事 那所以說只給我們參觀一小部分而已 不過說這一小部分也蠻可以參觀的 蠻可參觀的